這次被關掉 整個被殺了 江媽媽打開家門讓警察進屋內 因為她的兒子躲在房間裡面 不管老太太怎麼叫她下樓吃飯 都不回應 不踏出房間 讓江媽媽只好氣的報警處理 警方走進張姓安子的房間 只見她慌慌張張 而且神情緊繃的坐在床上 原來她曾經因為吸毒被抓過 現在躲在房間裡不出來 讓江媽媽懷疑兒子是不是又染毒 原警一邊詢問男子近況 一邊四處巡視她的房間 果然就在窗溝裡面 發現一小包夾鏈帶 裡面有透明的結晶顆粒 疑似就是安非他命 讓警方當場逮個正著 這時候男子竟然還一直嬉皮笑臉 江西嫌犯眼見警察不肯離開 這時候才談成自己的確 在吸食安非他命的殘渣 還從四張台抽屜找出吸食器 交給警察 當場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以送法辦 記者羅香台中報導